一個城市實驗 因為我們其實是從都市更新做出發點 然後今年是第四年 所以說往前推的話 我們第一年的話 2009年我們有 藝術在合體左右 藝術在山北右 以及藝術在宮左右 我們前三年的主題是這個 其實都是利用地體裝置的藝術 其實希望創造的是跟社區居民 讓我們跟土地對話 跟自己對話 然後連接土地對感情 我們希望未來做都市更新的時候 或者是一體設備的更新 連同人文素養還有軟體的 就是大家對城市美學的概念 都能夠一起提升大家 提升大家的人文素質跟生活層次 所以說以未來在都市更新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台北造成一個更美 更有概念 更有創意 更有藝術 更有感覺的一個城市 這就是總市計畫的一個目的 我們今年第四年了 我們今年第四年 我們沒有選在社區 而選在一個移動美術館 其實我們這次主要的重點是要打 所謂的建設公司 他們不是有帶房子都會改樣品物 要把樣品物做一個大解放 所以你們看到其實是一個樣品物的感覺 但是我們在樣品物裡面 我們設施了很多的裝置藝術在裡面 還有一些生活美術 我們外面還有梯田 就是我們這次是結合建築生活跟美學 一起在一起做一個 希望呢 其實我們趁作種子計畫 就是希望是建築生活美學 其實可以在大家心裡都撥下一個種子 然後日後呢 日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 希望很快 在未來的時候 可以在城市台北各地 到處開發結果 謝謝 你剛剛有說這個是 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到 2009開始 2009年我們的第一次 我們到 不是不是 你剛剛說從 有一份成展覽 這個展覽 其實我們去年的12月25號開幕 然後呢 我們一直 這個展覽呢 會一直在這邊到8月份 然後這中間分三個階段 有不同的展覽 我們第一次的話是 虛山幻水的藝術展 對 那虛山幻水的藝術展 為什麼取說虛山幻水呢 其實這個藝術家呢 都是利用光線 還有 呃 聲光 其實 創造一個讓你在時空上 會有一個錯覺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似乎走近未來 又覺得回到過去 其實很多作品 每一件作品幾乎都是 會讓你在這個 時空的錯覺當中 跟自己會對話 或會跟大自然對話 那你可以告訴我這本書 這本書 對對對 你剛說有這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來索取 哦 對啊 同時我們還有很精美的那個 藝術家的簡介 然後 中止計畫 虛山幻水 這一次第一次主展 對 啊哈 OK 對 這本書好像就 本身就很精美 對 因為我們 有幾個作家 總共有八個藝術家 八個藝術家 對 然後呢 有兩個藝術家的作品是在戶外 然後呢 六個藝術家的作品是在室內 這樣子 然後其中一位 她是日本請來的 就是忠不服二子小姐 她是日本國寶集水 就是 擅長利用水 對 創造一種迷幻境 她的 呃 她們稱作霧雕 哦 對 哦 OK 就是 您的意思就是這一位 中 中國 中國 她說 你說是他們的國寶集的 對 是日本國寶集的一個藝術家 她 她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設置了那種地景章子藝術 那另外我們還有就是跟生活農學市集結合一起 他們有一個城市梯鐵在經常說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他們都會在現場都有做活動 然後呢 同時我們的兩隻可愛的水牛 呃 小米跟小米米都會來現場跟大家服務 大家就可以在現場看到兩隻牛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這一週 譬如說 呃 十九號這個禮拜六 他會呃 他會告訴大家說呃 生農場白草 他會告訴你怎麼弄 炒 用那個自己泡那個 那個herb草 嗯哼 對 OK 好十九號禮拜六 我們馬上到了 對大概也可以來說去 他這樣子一整個下來一直到八月 每一個 因為我們這個展覽到八月 所以他每個月的活動期間都有在上面 然後他們的印刷也很精美 同時他們還配合季節 做出呃 農作物會生長等等 呵呵 好的 謝謝你幫我們做這麼好的導讀 謝謝你 謝謝你 再見 謝謝你們 我們 необходい